火山可以形成新的陆地 这并不是什么大秘密 让我们以夏威夷群岛为例吧 它们是水下火山将熔岩喷发而出造成的结果 它喷发到了海面并形成了路快 但是你知道地球并不是我们太阳系中 唯一拥有火山的天体吗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能够从远处探索宇宙的各处 并发现行星和卫星上的火山活动 当然其中一些火山已经有数百万年都不活跃了 但是其他的火山正在把各式各样的东西 喷进它们的大气层中呢 在数百万年前 当我们的太阳系还只是一个婴儿 而且所有宇宙天体的内部温度都较高时 在卫星和行星上发现的大多数火山喷发都已经形成了 当我们想到火火山这个词的时候 通常会把它和地球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联想起来 这很简单 因为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仔细观察它们 在我们的星球之外 直到强大望远镜的发明 对于火山喷发研究的奢求才得以实现 有些望远镜甚至被运送到更接近其他行星和卫星的位置 以便看得更清楚 得到火山喷发迹象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观察或捕捉到正在喷发的火山活动 另一种方法是观察天体的表面 火山爆发可能会使地面上遍布碎屑 或者导致地貌的重新变动 没有这些研究就几乎不可能知道火山活动是最近的 还是几百万年前发生的 正如我们所知 火山主要是地球表面的山区开口 喷发出火山灰 熔岩和天然气 离太阳越近的天体具有更坚实的成分 同时会产生类似地球的细酸岩岩浆 但是比火星更远的行星和卫星都充满了气体和细酸岩岩石 这些都具有冰火山不同于喷发出的是炙热的熔岩 它们喷出的是冰冷液体或结冻气体像是氨、甲烷和水 根据研究我们的太阳系中只有四个天体被证实具有火火山 而其中只有一个是行星 这个行星就是地球 其余的都是卫星 在这当中我们有海王星最大的天然卫星特里顿海卫一 然后是恩赛勒达斯土卫二 它是土星的第六大卫星 而且最令人困扰的是Io木卫一 它属于木星帮 它拥有我们太阳系中的第四大卫星的称号 让我们从最近制造了一些新闻的Io开始吧 Io让所有人都相信木星上有个黑洞 而这吓坏了所有人 美国太空总署的诸诺太空船早在2012年就拍摄了一系列 有关于木星的详细照片 在这一年进行的最新探测中 它照出了这个环状星球上的一个巨大黑点 起初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但后来事实证明 这只是Io的影子投射在表面上了 这艘太空船距离行星表面大约8000公里远 但它就这么刚好拍到了一次天体遮蔽现象 由于Io距离太阳很远 因此很难想象它会有火火山 但是由于它体积很小 因此受到行星重力的影响 这种引力会引起强大的拉力 从而导致强烈的内部潮汐 接下来是内部的摩擦 然后让这颗卫星变热 接着就发生了火山爆发 Io有数百个火山口 其中一些火山喷出冰冻的蒸汽 熔岩和所谓的火山雪 这就像我们太阳系中的其他天体一样 它也遭到了小行星的撞击 但是由于火山爆发 撞击坑不断地消失 火山物质溢出到卫星表面 覆盖并重新塑造了新的表面 那就是火山活动的证据 2014年8月 NASA展示了一些 2013年8月15日至29日之间 在Io发生的火山喷发的图像 它们是巨型的火山爆发 喷发到距离地表数百英里高的地方 奇怪的是 只有地球和Io能在我们的太阳系中 喷出热熔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国王级的角色 特里顿吧 这是海王星最大的天然卫星 也是第一个观察到冰火山的地方 1977年 太空探测器旅行者2号 侦测到一长串 充斥着氮气和灰尘的烟雾 它从这颗卫星喷出 在空中飞行了8公里 这些喷发经常发生 因而使得特里顿的表面变软 它是这样进行的 火山喷发物回落到地表 创造出一层类似于雪的柔软层 研究人员认为 来自太阳的辐射 会穿过这颗卫星的表面 并加热了它的地下层 然后热量被补及 并蒸发掉地表以下的氮 这导致了氮气膨胀 然后通过冰层喷发出来 第三颗活跃的冰火山 正在活动中 它是土星的天然卫星之一 实际上这是记录的 最完整的火火山 卡西尼号太空船 在2005年记录了其第一次活动 它捕捉到了来自南极地区的 冰粒子喷流 当时卡西尼号甚至设法飞越了火山云 并报告说它是由水蒸气 少量的甲烷 氮和二氧化碳所组成 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特定的冰火山 是如何运作的 在这颗卫星地表下 有大量的压缩水 由于它是从内部被加热的 所以它维持着液态 偶尔加压水会喷到地表 伴随着冰粒子还有水蒸气云的产生 冰火山直到2005年才被发现 因此很难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进行广泛的探索 尽管尚未得到证实 但仍有大量证据指出 太阳系的其他地方也有火山活动 以金星为例 那里有很多活动发生 这是这组行星中最热的一颗 它有1600多个大型火山 以及10万到100万个较小的火山 但就让在金星发生的一切 留在金星上吧 藏在厚厚的云层下 主要由硫酸和二氧化碳组成 那里可真没法待下去啊 金星的表面没有空气也没有水 早就沸腾蒸发掉了 金星具有极端的温室效应 因此它的温度可以飙升到 摄氏471度 然而它有许多层不同的温度层 大气压力减缓了风力 这阻止了雨水或气流 对地表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老火山喷发 看起来相对较新的原因 然而爆炸的种类则是有限的 只有熔烟出来 而没有火山灰或爆炸性的熔熔岩石 像火山相似的最高地貌是马特山 它有4.8公里高 一颗为金星快车的轨道探测器 记录了一些可能指出其微熔岩流的温度变化 但是这还未证实它是否就是火火山 2015年与NASA的新视野号任务一起合作的科学家们 收集了冥王星表面一两个冰火山的高清数据 它们宽144公里 高4公里 如果科学家是对的 那么它们将会是我们太阳系以外最大的冰火山了 目前它们会被命名为莱特山 以纪念莱特兄弟 2019年的研究中提到了另一座可能的火山 来自欧洲太空总署 NASA和德国航空太空中心的科学家 也许已经解决了阿胡纳山如何形成的问题 这是一座出现在古神星表面的神秘山脉 古神星是我们小行星代中最大的天体 它被认为是一种像地表喷出 大量烟蕴状岩水和泥浆的冰火山 阿胡纳蒙塔塔 这意味着别担心 我的意思是没有容颜啦 火星在塔尔西斯山群地区也有一些火山的特征 最大的一个是奥林帕斯山 这座山是由于火星上反复的火山爆发而形成的 事实上这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火山 它高26公里高 直径602公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把奥林帕斯山放在珠穆朗玛峰旁边 那么珠穆朗玛峰就像是座岩鼠打地洞堆出来的小山丘一样 这片巨大的高原是一座略微倾斜的盾形火山 从侧面看 它就像是个放在地上的战士盾牌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 说到死火山水星有一堆哦 它现在到处都是火山口 就火山活动而言 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但是在遥远的过去 那里的事情更加令人兴奋 它的地表有大量的异化岩石形成的超大片陆地 当水星开始降温的时候 这些火山就熄灭了 地球的卫星大部分区域也覆盖了远古的熔烟流 但它的火山活动已经停止了 这些区域被称为Mairs 在拉丁语中是海洋的意思 看起来有阴暗的部分 这是之前岩浆留在冷却前散布在地表时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Mair Tranquilatus 宁静海 真是阿波罗11号首次登陆的地方 最后我们有土星最大的卫星 泰坦 这是唯一一个被确认的拥有稠密大气层的卫星 它也是唯一一个有湖泊的外星天体 但其中不含水 它是由液态的碳氢化合物所组成 那里最著名的山脉之一就是末日火山 但是关于它是否有火火山仍有一些争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们将会是冰火山了 天文学家推测 不久后将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冰太行星的卫星上发现更多的火山活动 这些包括了欧罗8 木卫2 迪奥涅 土卫4 米兰达 天卫5 和盖尼米德 木卫3 它们可能会对此发现感到非常兴奋 还会开心到买出来呢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这支影片按赞并和朋友分享 这里还有一些我认为你会喜欢的其他酷炫影片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